各位投资者,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秘方财富要闻 今天是2021年9月16日 美股盘后,傲股盘前 我是今天的主播Wilson 以及我们的飞行师团队Nancy和Edison 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美股回升 游戏商EOG零涨8.3% Yelden Pearl指数上涨0.8%至4,480.7点 在前7个交易日中 有6个交易日下跌后小幅回调 大盘指数收盘较9月初创下的历史收盘高点 低约1.2%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周三上涨0.7% 收于34,814.3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.8%至15,161.53点 美联储新数据显示 把美国8月工业生产量经季节性调整后较上月增长0.4% 在油价的推动下 能源是标准坡5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板块 EOG零涨8.329%至75.3亿美元 英国物价指数创纪录飙升3.2% 周三的官方数据显示 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在截至8月的12个月内 飙升了3.2% 创下自1997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环比涨幅 Routers的一项民意调查曾预测8月份的读数为2.9% 该指数在7月份同比上涨2.0% Panthon Macroeconomics首席英国宏观经济学家Samuel Thoms 指出8月份核心CPI环比涨幅高于正常水平 也主要是由于二手车价格大幅上涨4.9% 推动该组成部分的通胀率上升至已人注目的18.3% 微软董事会批准6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微软董事会批准了一项回购多达6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此决定也是在国会民主党提议对进行回购的公司征税之际 其2019年通过的400亿美元回购计划截至今年6月30日 该计划还剩下87亿美元 标准托尔500指数公司中 微软是今年最大的股票回购者之一 至6月30日的一年中 该公司在股票回购上花负了约230亿美元 年度股东大会将于10月30日举行 将季度股息从每股56美分上调至每股62美分 股息将于12月9日支付给截至11月18日再测的股东 微软股价在周三周交易中上涨1.7%至304.82美元 创下收款纪录 我们来看快讯部分 Telstra详述新的T25增长战略 随之公司全面战略计划中将5G覆盖范围扩大到95%的人口 并改善与客户和员工的联系 Telstra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实现每股收益10%的增长 新西兰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飙升2.8% 打破预期 零售贸易和注册是其2021年6月季度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新西兰第一季度GDP增长了1.4% 博彩公司PointBed与德克萨斯足球俱乐部Austin FC合作 PointBed与美国足球队Austin FC作为俱乐部的独家体育博彩合作伙伴 签署了一项协议 并与其体育场运营商签署了一项协议 以独家提供博彩服务 前加密货币经理被判入于7.5年 周三一名加密货币对冲基金经理 谎报他的9000万美元的回报率 并从其账户中挪用资金 以支付其奢侈的生活开销 他将被判出7.5年的经济 大增商品价格的飙升吸引了澳洲矿业公司的兴趣 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矿业公司 在截至6月30的三个月内 花费了6.66亿澳元 约4.88亿美元 这比两年平均水平高出34% 是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季度支出 印度政府正在为人寿保险公司的 大型首次公开募股中寻求1090亿美元 政府正在考虑出售该公司5%到10%的功夫 股份这可能会筹集4000亿卢比至1万亿卢比 然后我们来看美股市场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15161.53点 相比昨日上涨了0.82% 标准波尔500指数收于4480.7点 相比昨日上涨了0.85% 我们来看纳斯达克100今日表现 涨幅排行榜第一名 调配零售公司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收于50.12美元 涨幅3.94% 广播公司FoxCorp 收于34.06美元 涨幅3.75% 网络零售公司Ebay 收于73.99美元 涨幅3.62% 跌幅排行榜第一名 电子游戏和动媒体 Electronic Arts EA 收于137.04美元 跌幅5.73% 餐饭公司Starbucks 收于114.54美元 跌幅3.55% 娱乐公司Pelotin Interactive 收于105.56 跌幅2.71% 然后我们来看 S&P500今日表现 石油和天然气 公司EOG Resources 收于75.31美元 涨幅8.329% 同样也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Diamond Back Energy 收于81.58美元 涨幅7.796% 第三名还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Marathon Oil Corporation 收于12.63美元 涨幅7.673% 跌幅排行榜前三名 多家村和游场 公司Win Resources 收于86.44美元 跌幅6.298% 电子游戏和东美体公司EA Electronic Arts 收于137.04美元 跌幅5.73% 参业公司Starbucks 收于114.54美元 跌幅3.5% 然后我们来看汇率市场 奥运队美元的最新汇率是 0.7338 相比昨日上涨了 0.2678% 奥运队人民币的最新汇率 为4.7175 相比昨日上涨了 0.09% 我们看大宗商品价格 黄金价格为1796.4美元 每盎司 相比昨日上涨了0.09% 布银腿原油的价格为 75.5美元每桶 相比昨日上涨了2.58% 铁黄石的价格为123.49美元 每吨 跌幅为2.6% 然后来看区块链商品价格 比特币的价格为65,631.6亿澳元 涨幅为1.5亿 以太坊的价格为4,889.7澳元 涨幅为4.79% 以下是今日的信息来源 避风财富 知会理财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加月长青 明天重一世界 明天再见 我是主播 Wils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